好 善然老师 现在都是女性独立 彰显自我 她今天所说的这个故事 我跟着无数次的叹气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千万不要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理解她 19年没有人逼迫她 对啊 所以呢 在之前 这位女士还是非常享受她的生活的 就是还是深深体会自己的爱情的 她一直在努力往自己的这个小事业当中 其实投注了她所有的精力 她刚才说了我就想过好日子 所以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是有期待的 而这个期待 她一直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 所以事情也是按照这样来发展的 可是今天让这位女士委屈的 一定是后面发生了什么 所以才会倒推回来 觉得我当年是委屈了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结果倒推 所以我特别想听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您的陈述当中 我没有看到 你跟你丈夫之间存在感情基础 脾气又不好 家庭地位又不平等 你为什么要跟这么一个男人去过 我们家是不允许自由恋爱的 我们家几四个 我是最小的 姐妹三个的婚姻爸 都是父母做主的 包括我的婚姻 我在96年吧 农历的8月12 我爸爸给挑的日子 订了第一个亲 农历的11月15 然后就把这个亲呢退了 在第二天 11月16 订了第二次亲了 也就是说前一天后一天 而且第二次这个人 我是没见过的 然后前后整一个月呢 因为各种原因吧 第二个也退了 相当于四个月 订了两个退了两个 大概是在98年的春天 她这个家庭呢就发生变故了 我们两个是在感情 最落寞的时候 我们俩认识的 跟她其实是算自由恋爱 对不对 对 等于是两个受过伤害的人 就是互相温暖地过来 为了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 在众叛亲离中 她走进了丈夫的家 虽然有赌气的成分 但马女士对自己的丈夫 充满了信任 对自己的婚姻充满了希望 就是想啊 打造出一个让人人都羡慕的 在婚家庭来 正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 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因此即便是这些年来 婚姻不如意 马女士也一直隐忍坚持 勤俭世家 然而19年过去了 她没有等到期待的幸福 账字的种种做法 让她渐渐失望 19年婚姻生活 到头来 她终于还是选择了放弃 她的心里 她的心里 在婚姻生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